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希拉·谢恩德林周一裁定 打击犯罪手段在决定拦截质问哪些人 或对哪些人进行搜身检查是否携带武器 或是其他违禁物品的过程中 侵犯了少数族裔的宪法权利 谢恩德林法官的决定源于民权活动人士的集体诉讼 整整一代的纽约人 特别是城市中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的人 觉得警察不是他们的保护者不是安全的合作伙伴 而是一个让人害怕的机构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 这更不应该现在仍然发生这种现象 从纽约警察局这里寻求问责 正是我们为什么开始斗争的原因 彭博领导的纽约政府启示性的警务行为 并且完全没有充分了解他们造成的问题 是让我们走到这里的原因 我们很高兴在这个案件当中正义取得了胜利 警方表示他们在过去十年中依照政策拦截了五百万人次 纽约市长彭博说 被警察拦下检查的可能性在阻止犯罪问题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只去有举报犯罪的地方 针对那些符合描述的人或者是警务人员认为可疑的东西 我们认为这可以阻吓那些孩子携带枪支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刚好在犯罪现场 他们碰巧大致符合罪犯描述 因为对肇事者的描述一般是很笼统的 他们可能被拦下 他们不会希望自己身上刚好携带了枪支 彭博称西恩德林法官的决定是危险的 并且表示获得他的决定进行哨诉 法官没有下令终止这项政策 但是任命一个法庭监察员监督这个政策的执行